黄庭坚书 李白亦旧由 继乔骏缘参军 草书卷 据名代书画家沈舟考定此卷为黄庭坚在少盛年间 公元1094、1098年是他晚年的草书代表作 黄庭坚有言于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月为师 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 晚年的苏才翁子美书官之乃的古人比义 其后佑的张长使 森怀素 高贤墨基 乃窥笔法之妙 由此可见 其学草书用功之久 用力之深 沈舟以为 这卷草书为少圣后所书 细书家晚年之力作 并在提拔中圣赞此作 山谷书法 晚年太的藏真三昧 此比例恍惚 出神入鬼 未知草圣 遗焉 书卷纵37厘米 横392厘米 卷中前乾隆玉兰之宝 嘉庆玉兰之宝 轩统玉兰之宝 三溪唐经见喜 以子孙等清内福建藏印 用笔锦俏 寿静其绝 气势雄建 解体变化多端 为黄庭坚草书之代表作 解体变化多端 敬云 解体变化多端 曼庭坚草书之代表作 解体变化多端 敬亚 解体变化多端 细亚书之代表作